《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邁位風雲谷 自從上星期五 我們討論過這一宗 涉嫌是升旗已得到 香港網絡事件和健仔四人 棄保潛逃的事件 引起很多迴響 有關人士 升旗已得到方面 就說我們 是警方的國安同路人 接著就說我們抹黑他們 一會兒又說寧願相信李桂華也不相信他 現在先把情緒性指控放在哪裏 就說最新的發展 升旗已得到自己發表兩條片 就承認曾經透過Telegram 找到一個中間人的認識 健仔等四人 過去兩年就花費百萬 就為四個人提供住宿食物 去年更嘗試安排貨桂輪 協助四人來港 誰知不成功 這個據自己說的 就是跟警方高級警司李桂華所說的 說法是吻合的 李桂華 就說網上頻道接觸及慫恿 正等候審訊的人士 棄保前途及協助藏匿 這個是警方說 接著警方再說 另一句話就說 李桂華正調查YouTube頻道 就是這間大保號 所以經過升旗已得到自己這樣陳述 就證明李桂華說的這幾句說話 是符合他們升旗已得到這樣說的 是吧 所以這個就不存在說 寧願相信李桂華也不相信他的問題 這個邏輯我們稍後慢慢說 好了這件事是怎樣 我們上個星期五 就並沒有深入去探討其中的示悲 只是說既然現在搞到這樣 是吧 那現在年輕人如果真的要離開香港 什麼事情 就一定要是戴眼色藥 以及謹慎 是吧 好了 現在進一步的細節 就是根據星期二 得道自己說 自己招認 就說 叫曾志健去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失敗了 就跟他們提供住宿三餐 煮飯送飯 這些就是警方李桂華所說的 以及協助藏匿 協助藏匿是否應該有罪 這是另一件事 是吧 還有 好了 關鍵就是這裡 這個星方就在影片中就說 曾經收買過一個貨櫃輪船長 利用貨櫃輪協助建制等人來說 但是因為其中一名中間人 就以這樣的名義在外地四處籌款 注意這裡 以至令到事件過於張揚無法成行 就是說籌款的是中間人 而這個貨櫃輪船長 也都是由這個星期二得道去安排 或者他自稱是收買的 好了 他安排收買的這條鏈裡面 其中有個中間人說 他說在四處張揚、四處籌款 就是說 就不關這個貧道星期二得道的事 就是說 在這一點 割裂就不關我的事了 搞到誤信中間人、建制等人 就以為有船可以偷渡台灣 就被人老點上船 關鍵就是 這個中間人 和貨櫃輪的船長 是不是由 升旗二得道推介 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他們中間專業出現巨大的刺漏 或者有人借這樣 給人去籌錢賺錢 那是和推介紹人、保陷人 有沒有關係呢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而我們說事實和邏輯 所以說 我不要說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警方說是犯法 但是我當然 你如果是支持社運的人 覺得這些是等於王爵行動 但是這個安排的運輸鏈 至少是不夠專業 這個和我們升旗五個人的說法 是完全一致 是嗎 陶先生 我也要補充一點 我希望聽這個節目的人 或者評述這些事的人 他們首先要有一個基本DSE水準的聆聽測驗 合格 我們正在引述 升旗二得道 他拍的兩條片 他承認了些什麼 不承認了些什麼 包括剛才他說 他是扶中間人 去幫他健仔 找了貨輪 不過中間人就招搖撞片 出去賺錢高調 所以他們就不事成 額外呢 他還說 不止 其實我們沒有拿錢 我們這年多來接濟他們四個 花了百多萬 還買遊戲機給他們玩 我引述 升旗二得道這個言論 不是代表我同意 這是事實 我也不是等於是升旗二得道的盟友 聽清楚 有些人聽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我們引述的消息 他就覺得我們是國安 或者是李桂華的朋友 我們在星期五那集 我們引述警方這樣的消息 我說了兩次 如果消息屬實 如果是真的 你說了一次 我們整件事 我們是從一個客觀事實的評論 因為警方這麼說 現在終於是真的 是的 現在我引述星期二得道的回應 那是否等於我認同星期二得道呢 不是的 因為事實 由你們聽的人 用邏輯理性去判斷 究竟誰在說真話 誰在說假話 而兩邊的人說的話 中間有沒有一些洞 會令你覺得其實他有些問題 這樣 這就是我們作為時事評論的責任和方法 如果你說引述就已經等於是贊同 其實這個世界是沒有時事評論的 也沒有新聞報道的 因為我引述北韓領袖金正恩 他要用核彈毀滅日本 難道我贊成他使用核彈嗎 不是的 這是最簡單的邏輯 我首先一定要澄清一下 還有我覺得這樣 現在我們將事情其實都比較清晰了 過了兩天 已經清晰了 就是星期二得道 他是同意 其實他是有參與這些營救的行動 不過事件不成功 中間牽涉一個聖陳的中間人 現在所有的責任 據星期二得道說 就是在於這個聖陳的中間人 不載他們 這個就是現在他的回應 那你信和不信不要緊 你們自己去判斷 這個就是現在事情發展到的地步 那我們撇開一些情緒的事情 我們先說事實 他們星方現在吐了三條片 他們現在說自己披露出來 是跟警方國安署說沒有出入的 是嗎 所以現在警方說正在調查 星期二得道 就是整方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警方沒有調查其他的那些 所以你說這些事情 現在我們當然是評論 這件事 被第一時間彈出來 當然是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件 因為令到香港年輕人有很大的損失 好了 那就馬上 星期二得道說我和白衛聰 是警方國安的延長 那這些呢 海外國安我們升職 這個是涉及誹謗 這個是誹謗 那我現在研究 看看怎樣向他採取行動 因為白衛聰 你現在就在等著 如果我和我猜測 BNO5加1 如果你現在被人說是中國的國安海外 可能會影響你將來拿這個英國的永久居留 甚至國籍 是不是 我怎麼說 這個叫做中國人的思維 必定是這樣的 當他不和你 就事實和理性在那裡爭論 當他沒有辦法回答一些關聯的問題 他馬上掃出情緒 以及馬上人身攻擊標籤和萬馬 這些完全是和升旗易得道所仇獲的共產黨一樣的作風 是嗎 是 所以這件事就是證明 第二 就是叫做中國人內鬥DNA 大哥 大哥 我和你沒有參與 是整個運動 我和你升旗易得道是一隻船 是不是 我和你是太平天國 你是東王 我是西王 如果是東王和西王內控 那就是叫做DNA內鬥 我不是 是不是 你這些什麼升旗易得道也好 你以前那些什麼會館也好 是不是 你那個level和我們不同 是嗎 結果真的 後來聽到 我們沒有 我們不想參與黎章率國 因為聽到 升旗易得道馬上用粗口 去招呼一個他之前的盟友 說他們是吃碗麵飯 碗底反骨仔 那些 我已經知道不需要再和這些人爭論 是嗎 但是我們拿這件事拿出來 是一個邏輯理性的 他有一件上街的教材 就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分享一下 那些很多人這樣想事 和出口而出 是一些這樣的思路 是對你整個香港社運 也好 年輕人也好 有什麼害處 是不是 我或者這樣 又是說回事件的一個事實 你說警方放消息出來 是升旗易得道這個頻道牽涉其中 那我這個相信也是真的 因為記者很多時候的消息來源 都是一些警方桌底放出來 但是為什麼警方要放這個消息呢 你用回警方又或者用回局外人 不要說警方的角度去想 升旗易得道和所謂這個聖陳的關係 是沒有人知道的 究竟你們所說的中間人還是朋友還是拍檔 不知道 另外還要和一個他成立 聖陳的成立的Friends of Hong Kong的組織 是兩個組織 究竟這兩個組織是重疊 有主屬的關係 有重屬的關係 還是兩間公司 警方或者局外人真的分不了 你問我 我都分不了 那兩個主持人和聖陳的中間人 再有背後的Friends of Hong Kong 如果我真的是一個 對於你們的關係內情不清楚 我只是理解你們這群人 是籌備一個2022年的王獎行動 我一定會調查星期二的 是嗎 是 還有有錢銀瓜葛 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 是嗎 是 所以警方這個叫李桂華的宣佈來講 是不能質疑的了 現在因為他自己認了 OK 現在再講 他們這群粉絲 當然是馬上班 非常之焦急 我們看看他這種論據 某些為數不少的人 覺得頗有道理 不如他的粉絲 或者有一個有代表性的辯駁 我們用來貼堂 然後看看裡面的中國式思維的邏輯 在哪裏 對吧 對吧 首先我不是回應這些 星期二得道和他們的反目承受 那些盟友這些 現在就一篇這樣的文章網絡 我們做一個練習去分享一下 好嗎 好 那大家知道了 陶先生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留言和連登 都有很多的人留言 說我們是國安 甚至很失望 說我們竟然這樣去和警方說話 於是其中有一篇 我覺得比較代表性的留言 可以值得拿出來討論一下 好嗎 好 那我復述他 那篇是在連登的 哪個留我就不重要 因為那些名字都不是真名 他說聽完整集 即是我們星期間那一集 覺得我們在道德高地指指點點 我們才是武林自尊 他說我們完全是局外人 問我們兩個人去英國做什麼 你是否負責賣樓盤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說年輕人沒有人抹 不像我們 不靠網上 難道找我們幫忙嗎 如果找我們 我們也應該會撒走他 你們應該撒走他 這三段純粹是 共產黨或者藍絲那種思考方式 就是先把結論說出來 聽完整集覺得你道德高地指指點點 我們是評論人 當然是指指點點 道德高地 沒有高地 我說我們嘗試都是嘗試邏輯事實證據 你們才是武林自尊 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武林自尊 這些就是馬上標籤 還有下一個叫做情緒的結論 這些是很不成熟的 你知道嗎 寫這些人的人 你寫這篇文的人 我想未讀過大學 因為大學 如果你寫論文 你這樣 你在英國 美國 一定會打架 差彈 完全成為局外人 我當然是局外人 我說了我是局外人 局外人 我不是和你坐一條船 所以我和你之間沒有內鬥的關係 那你兩人去英國為甚麼 我真的在英國為甚麼 我真的要告訴你 既然我是局外人 我和霍衛宗去英國 就是說和這兩年的事情沒有關係 十九负责卖楼盘 卖楼盘是正当的生意和买卖 是我自己亲眼看过地产项目和公司 我正如说任何地产商我要称一称 看看是真还是假 我才可以向香港来的移民推介 我自己也做了 所以和整件事的道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看看这些就是中国人DNA 或者叫做Chinese Mindset 年轻人没有人物不像你们不靠网上 难道找你们帮忙 如果找你们也会撒走他们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那你也知道 我从来没有人找我们 我告诉你这二十年来 泛民、公民党、肥佬黎 我们光明顶的好像风云谷 很多人找我们 那些不是民主派 反而是商界人士 有一些就是政府那时候的亲政府的人士 譬如曾蔭权那八年 曾蔭权反而找我们 周星驰也找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黄营那些泛民 从来没试过找我们 这个原因我们稍后再谈讨 自当全高远 风云谷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风云谷在YouTube平台出发 不问翻墙 但球越界 少汉古今善恶 深究人情八泰 逢星期二四六晚十点 风云谷约定全球华人 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 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 听阅人数升破十万 大家的这份支持 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支强心浸 也不枉陶杰、鲍韦聪 我们两位主持 每次长途不涉、淺利条条 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 如果看到这里 大家还未在YouTube Like 这一集的影片的话 希望大家 Like 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 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超级贴图 以及超级留言支持我们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Patreon 以及霸韦聪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亦会包括有每一集 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 一直携手走下去 越过死音休谷 一直走到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的一天 再一次 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吹动式 飞服旧江湖 风云高 主持 陶杰 鲍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個人意见 所以什么叫做如果找你们会洒走他们呢 我们光明顶的时候 只有找过很多泛民的朋友上来被人洒走 对不对 对不对 肯上来的一个就是司徒华 对不对 好了 接着当人家跌落水就浸死池 有一条救命草在手都会拿着 这个exactly就是我们要警告这件事 那条真是救命草 就是说如果那条是水蛇 所以我说就算跌落水就浸死 你拿着 对不对 你说我没有时间了 对不起 那时候水浸了 我没有时间看 这样就没得说了 那条你说你救命草当是水蛇 你都这样去拿 那就一定是悲剧收场 我就是说就算你跌落水 在那二十秒中间 你都看清楚那一条是否扶手棍 还是拿命草 对不对 好了 以后这些情绪化的指控 你们就站在岸边跟年轻人说 要鎮定 深呼吸 不要放 说得来人家浸死了 就啪啪哩 哎呀浸死了 这些是否很小朋友 以及很幼稚的指控 好了 那现在 他这几段 接着又再结论 香港人不怕小人 小人明目张胆 不像你们外表 像正对气 心胸合习 道貌 岸而危君子 是吧 接着就说了 香港就香港 说什么 乌克兰偷渡概念 你们很清楚 乌克兰过来吗 我所说的就是 香港很多这些 所谓的黄尸来到英国之后 他们各自山头分裂 都不要紧 而且互相攻击 我们所说的就是 我在英国看到很多乌克兰难民 来到并没有出现这些 东一个协会 西一个组织 然后互相攻击的现象 OK 我们不清楚 乌克兰国内发生什么 但是我非常清楚 乌克兰难民走来英国之后 他们没有像香港 中国人一样 他们自己的口不认中国人 那种是互相对立 互相对骂的那种基因 对不对 接着就是 诺贝尔掌 什么时候给你的图结研究小龙 小龙 龙子他写错 他写李小龙 然后就是两只狗产 这些就是典型共产党 蓝丝维园 阿伯的那种羞耻 这个是不是 证明了我们这几期说 中国人的DNA 无论是黑白 红黄蓝 是不是全部一样 是不是 你看看这些 陶先生 我也说了 我只是回应 他有关于在岸边 我们跟那些年轻人说 叫他深呼吸 不要放 接着他浸死那段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举例子 很多人会觉得 好像我们两个人在吃花生 有得年轻人浸死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做光明顶这么多年 我们经常都说 你做一件事之前 你要深思熟虑 能不能够承担后果 如果用回游泳的例子 我会说 其实我们一早就说了 如果风浪这么大 你又不懂游泳 你不要下水 没错 如果你真的下水 要下水 你有没有足够的支援 例如有没有救生员在那裡 有没有水泡在那裡 甚至如果你真的浸到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游上来 沙滩有没有扯红旗 有没有有沙雨你还游泳 不要说你不懂 我们叫你看清楚环境 必要时太危险 不要游 还有说直一点 记不记得当日要冲击立法会 我们说了不要进去 这个是光明顶的历史记录 还有理工大学 我们说手离没有用 这样的手法 一定是最后一网成琴 这些我们一早就说了 我都有补充的 你说我带头盔 我都说 除非你那种心态 是黄花江七十二烈士 林郭文娱七决别书 大家说的是完全不同level OK 那我们说的那些 就全部一字没了 但是黄花江七十二烈士 是achieve到结果的 我后来叫中华民国成立 虽然后来就是孙中山 成为临时大总统 就不是林郭文或者陆浩东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说这两个小孩 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 长辈父母 还是你长辈父母 你都不相信 你相信一些陌生来历不明的人呢 那这些人就说 喂 有没有考虑过很多生于蓝丝家庭 被父母睹灰 那又怎么样 那这些呢 就是妄下结论 他们不记得了6月12日 香港是有200万人出来游行 反这个叫送中条例 每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黄金比例 是有6成的人去投犯 200万人出来游行 里面目测 绝大多数就是中年人 四十多岁 父母、家长、教师 是曾经出去游行 是反这个叫林郑 所以那二百万人 就全部是黄尸 你不能够立即 有一个结论 是这四个小孩的父母 一定是男 是吧 我当你走那些人 起码有一半的父母 都是黄 又或者是同情子女 他现在一口说 这四个小孩 如果走去问父母 就会被父母一起睹灰 那我们是指一条黑路去走 还有一些好笑 毅康说千万不要听老人 年轻人如果听老人 社会怎么会进步 这句话 在逻辑上 毅康自己是不是老人 毅康跟你说话 你句句当今句毅康说这话 是多少岁 所谓毅康说的老人 是指老一代 是指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面 in general 是吧 年轻的一代 他的见解 和他的创新 和叛逆 必有可取之处 就不是说叫你香港 不要听任何 每一个老人的说话 这些呢 就是非常之幼稚 而且危险 都不是说邏輯 我发现中国人说话和想话 是一定的 不要说是一定的 我先说一点点 是很多都有这种 是横素 和粗疏的偏见和结论 这样就死了 是吧 你在这种 反应的细节里面 遇到的谋悟 你就知道这些社运 如果由这些人 去带头 一定会输 还有 你叫他冲 接着你就在加拿大出现 你固然就差 好像我们这样 叫他不要胡乱冲 在英国出现 你又是隔岸观火 那他们想怎样 我们这些网台 完全不要做 退出 shut up 我跟你转行 OK 走去超级市场 那里搬货 他们最开心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世界 现在香港到了这个阶段 就已经和那两年 是完全不同 是吧 还有一样 不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但是有很多人 在留言里面说 他问我 BNO visa 怎样得来 如果不是这些年轻人 要坐牢 送死 或者受伤 我们就不能过来英国了 这样说 这番这样的说话 因为其他那些东西 都是一些公众的利益 我可以客观的评述 但是你拉到我 自己 现在我的处境 我就不能够不回应 我的BNO visa 怎样来的呢 当然就是英国政府 政府的一个政策 可以来的 但是这个政策 和这个香港的年轻人 有什么的直接关系 这件事呢 就值得商量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BNO visa 是等于益了我呢 就等于大协理 大协理 大协理 是这班冲的人士 例如大协理 霸卫冲中了六合彩 是吧 是 是 那说一番说话的大前提 他先入为主 他觉得我拿了这个BNO visa 就是很值得 但是 试问如果我拿了这个BNO visa 以后不能够再回香港 不能够再见我的亲人 不能够再在香港 这个我生长的地方再出现 那你认为这个BNO visa 对于我来说 究竟是一个奖 还是一个惩罚呢 是一个得益还是损失 是吧 你以为你很想 拿BNO吗 你很想拿吗 喂 大哥 我早就说了 每一个人的处境不同 喂 你霸卫冲 如果不是这班人类 我可以说 你留在香港 根本不需要来英国 继续写剧本 OK 每年赚的钱 你怎么知道 是比现在 你霸卫冲做封闻谷呢 是吧 我都不客气 我直接说 我告诉你 现在我做YouTube的收入 当然是比我做编剧的收入 是 我以前在香港 我接的电影剧本 我写的大陆剧本 数以十万计那些剧本费 如果我不用过来英国 我大可以在香港过着 很自由自在 不需要每天陪陶生你在做节目 当然 间接委屈了你 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说这班兄弟 搞到我要过来英国 好像李国璋那样说 吃薯仔 还有要喝些不好喝的牛奶 还要入贵的电邮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当然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除了梁博之外 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究竟是不是这班人 这班兄弟 这班年轻人的牺牲 令到我变得了 和令到我变得了 这个两者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不可以拿来做道德 或者情绪勒索 是的 因为如果这样做 是一件 我认为是一件很缺德的事 因为你说完我之后 你更加说了二三十万 其实现在移居了海外 包括英国的香港人 他们都欠了这些这样的年轻人 是 那是不是他们要还一世 或者还几代呢 还是要去囚期啊 怎样做呢 这些不可以这样去说话 也都没有邏副关系的 是 那很多移民来的 在香港用过钱 找开十几万 来到就算找同一类的工 只剩下几万 那是不是钱 是钱钱的损失来的 是吧 那到底你是大怯他 还是累他呢 所以这些呢 就是没有逻辑 很多人害怕的 这种呢 就是这个文化里面 专门产生一种很招牌的愚昧 这种愚昧呢 无论是信什么的立场 都有的 是吧 无论是左还是右 哎呀 我几十年都见过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做这两集叫做 不分红 蓝 黄 黑白 中国人的DNA 他没有这个辩论的基础 和基本的修养 OK 中学也没有教 而且你看到这些指责 完全是穿不成一套语言系统 是跳跃性的 慢骂性的 和情绪性的 他和共产党没有分别 他说你和蓝丝没有分别 你可以这样 那我就觉得你和共产党没有分别 为什么没有分别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很凄凉 你看了这件事 表现出 暴露出这种人 他们的支持者 那种思考里面的这么多的漏洞 你会否反省一下 为什么这两年 这些社云 很多时候会搞到这么悲剧的结局 对不对 还有我最后还要再说一件事 很多人说我们说完这个中国人的小龙DNA之后 这些内斗就转过头 我们都变成那些内斗的人 你已经说了 你不是他们的人 我都要澄清一件事 绝对不是 好彩我不是 好彩我不是 对不对 除了我是局外人之外 我当然是没有参与这个运动 我更加讲得很简单 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天我和陶生你 因财失忆 或者我们在网络上互相指责 你们可以说我们是纵回力丢 因为我和陶生就是 做同一类 我们如果内控 这种就叫做内斗 但是对不起 无论星期二得道也好 或者你外面现在网络上的留言的人也好 或者你所谓的黄营的组织 包括政党 包括这些兄弟爬山的组织 我们全部没有参与 我们不是同路人 更加是局外人 所以努力表这个说法 他现在说你割席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一张席 你没有找过我 大哥 对不对 戴耀廷 黄之锋 你们可以透过中间 什么 上来光明顶 真的没有 所以很可憐 你们跟我聊天 你知道吗 这些人是我们很凄凉的 我们从来都不是同路人 这么惨 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还回力标 因为这个逻辑 这个是为什么 不如我这个 因为这些人是以精英自居 精英是一种自戀和自大 他们觉得你光明顶是很受基层和跨阶层的观众欢迎 又或者他们觉得你光明顶 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论证的节目 这些人是有一些叫知识分子精英的潔癖 所以就不找你了 但是很多不是 我们有很多其他各方面的朋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做电台节目 我亦都说了 这么难怪 他对你没什么激情 因为我时常说 这个不是说政治 对不对 所以现在突然间就说 你说 什么种回力标 什么内斗 大哥 你没有资格和我内斗 鲍韦聪就有资格和我图件内斗 但是我不会 因为我说得出这个基因 我一定不会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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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和我内斗 你告诉我 你在外面说十七国语言 包括阿拉伯文 是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来杀我 我这些是智慧 不是和你内斗 因为我和你不是一条船 对不对 所以这些逻辑 幸好不是 我都心动动 我说是一路都想是 你侵我玩 对不对 你找我大家商量一下 我教一下你的车 不敢教大家交流一下 没有 OK 没有有没有好 没有没有着 但现在忽然间 这些人说是和他一条船 你说很不好笑 对不对 也不懂得回应 这些 或者最后我就和大家道歉 你不用道歉 你不用道歉 不是我道歉 我要道歉 李贵华说的事不是真的 总之现在没有组织游说过他们 也没有人收过钱 安排的地点绝对不是恶劣 他们吃好住好 健仔更加不是长头发 因为李贵华说他长头发 健仔肥肥白白 现在他们一直 这两年过得十分之好 我道歉 现在我澄清 李贵华说的事 并非是事实 现在李贵华说的事 应该倒转 这四个人 这两年过得十分之好 所以你们不要再留言了 我赞成李贵华的言论 你这些结论很苏格拉底 很高深 我不懂得听 不过有智慧的人 当然会听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封文谷 谢谢陶先生 我感谢你支持了这么久 就是这么多 好吧 我们会继续 一贯的风格和原则底线 说下去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明晚再会 好多谢大家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 去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